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国王主场迎战勇士 这两只也是老冤家 上赛季勇士常规赛西部第六 季后赛首轮遇到国王 完成一下课上 而格连彩他小萨伯尼斯一试 也遭遇口诛比伐 季前赛两队打了两场 勇士都赢球了 特别是第二次对垒 库里天山下凡 最后四分钟三分球档无需发 独敢三十分带队完成大逆转 本场比赛前 勇士方面传来坏消息 由于多家媒体爆料 克莱和勇士续约存在巨大分歧 克莱发声表示 事情不会永远如此美好 他认为在自己来之前 勇士可没有夺得四个总冠军 话里话外 都是在利用人情牌施压勇士 但在常规赛刚开始 这种做法很不妥当 有完区媒体建议 如果克莱无法接受 比维金斯更低的军心合同 勇士应该考虑今早送走他 而克莱最近两年 为了数据在场上一些自私无脑的行为 也在伤害折制球队 本场比赛格林继续缺战 国王摆出的首发为 福克斯加 徐尔特加 巴恩斯加 穆雷加 萨布尼斯 勇士首发为 保罗加库里加 克莱加 韦金斯加 卢尼 韦金斯是名义上的四号位 但是在放手段 要追对方小个核心 克尔的战术安排 是让克莱顶四号位 虽然对抗增加 但是体能消耗减效不少 说白了就是减轻克莱的防守压力 但是手发整个阵容高度还是不够 开局为金斯接到库里传球吃饼 最后欧洲不上篮打击 卢尼和库里打出配合 保罗再度助攻为金斯扣篮得手 国王依靠穆雷内外开花给出回应 库里攻击上篮加击 掩护轰三分 巴恩斯立刻回进三分球 中断国王的门客连续单打的手 目的中投打净 保罗为并萨里奇 也命中三分球 库明加上场就强攻篮下 国王替补在福克斯带领下下起三分雨 第一节国王29比24领先勇士 从第一节整体来看 勇士加强了为金斯终结地位 收效不错 而克莱接球就容易停球 第二节回来 福克斯再度三分 萨里奇连续吃到饭归 迈及空间报告后 国王已经拉开两位数分差 关键时刻保罗上篮止血 门客继续突破造杀伤 克莱也找到状态上篮打击 中断维基斯和卢尼连续强攻篮下 库里顶着防守高难度 抛头完成2加1 中断两队陷入僵局 库里和穆雷对标三分球 巴恩斯跳投打进 克莱上空拦得手 勇士一直落后5分左右 后半段还是库里轰进三分破局 佩顿和库明加连续突破得手 最后佩顿再中三分 保罗单吃杜尔尔特 库明加轰进三分球反超 半场结束时 勇士60比57领先国王 勇士上半场就有9次抢断 保罗和卢尼各三次 下半场开打 福克斯再中三分 库里连中两击三分球 国王进攻效率开始下滑 随后保罗为炳克莱再中三分 库里无球摆脱后跳投再中 中断库明加抓错位 机会完成终结 库里接到佩顿传球轰进三加一 勇士一波流拉开两位数分差 库里打了8分钟 就赌卡16分 后半段两队进攻效率都有所下滑 不过保罗连续为炳目的和克莱轰进三分球 库明加把第二起爆扣 目的换开福克斯延续三分手感 虽然福克斯和蒙克带队追分 但勇士弹无需发 三截打完 勇士99比84领先国王 第四截决战 克莱未禀卢尼 随后造杀伤 保罗应着萨伯尼斯也完成高难度拉改 未禀萨里亲后 随后顶着杜阿尔特上拦在中 勇士进攻心于流水 决胜时刻福克斯带队追到只差6分 克莱三分不中 库里关键三分球加两发权重锁定胜局 最终勇士122比114击败国王 迎来赛季首胜 数据勇士这边 库里41分4篮板4主攻 保罗10分12主攻3抢断 克莱18分4主攻 库明加12分5篮板 穆迪10分3篮板 维靖斯11分5篮板 国王这边 福克斯39分4篮板4主攻 萨伯尼斯19分18篮板7主攻5抢断 穆雷16分7篮板 要说奔昌比赛科尔德的策略 还是相当的成功 第一个正确决策 轮换方式调整 科尔一直在调整轮换 看看哪个阶段上谁 以及谁和谁搭到效果好 这场比赛科尔轮换相当的到位 不像第一场比赛那么让人看不懂 第二个正确决策 中用努迪这位小伙 其实现在勇士轮换阵容中 努迪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场比赛科尔也是重用了他 保证替补西上有稳定的得分手 第三个正确决策 和国王对玩点击赛马的策略 国王是年轻球队 他没有活力以及激情 勇士以老江为主 主打的就是一个慢热 这场比赛勇士落后时不着急 最终完成了翻盘 那么本场比赛赢球工程是谁呢 可以找出四位 第一位库里 勇士能赢下比赛 就得感谢库里的超好手感 库里本场比赛投篮效率相当的高 出手19次命中14次 三分球则是10中期 库里出色的手感 让国王队很绝望 全场比赛库里41分4助攻4篮板数据 拿到了赛季第一个40加的分 据统计 这是库里生涯第三次以70加70加100%的命中率 砍下40加 历史唯一 而库里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已经投进了173季三分 还在NBA历史第三 前两位分别是詹姆斯217和雷阿伦228 还有库里在30岁后第三师三次砍下40加 为史上30岁加球员中第二多 仅次于乔丹44次 另外库里生涯第25次 在罚球出手不超7次的情况砍下40加 历史第一 乔丹18次第二 骑士勇士在新赛季首战失利 这场比赛他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 打出进攻浪潮一局奠定胜局 尽管国王在末节追分 但库里连的5分杀死比赛 库里首战得到27分5篮板1助攻 20投8中 3分球14投4中 手感并不是很好 这场比赛的库里手感火热 他首截得到7分 包括投进一记3分球 第二节库里得到10分 率领勇士打出36比28反超了国王 用三封在第三节在线 库里赌取16分 投进三记3分球 包括一次打3加1成功 勇士第三节打出39比27的进攻浪潮 国王在末节调整防守 对库里进行了报价 收到了一些效果 但是在最后时刻将比分差距 缩小到5分的情况下 库里又站了出来 他稳稳投进一记3分球 借着造范规两发拳击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0分 比赛彻底失去悬念 另外保罗加盟 勇士之后定位很明确 就是更多为队友传球 专注组织进攻 正如已经退役的一个达拉所言 保罗的到来会让勇士更加稳定 实际上在库里回归之前 保罗已经一度带领勇士 再度领先18分 全场比赛保罗33分钟 12中午 拿下10分2篮板 12主攻3抢断 2反归3失误 命中率41.7% 保罗首次以勇士球员身份 拿下十家助攻于两双数据 保罗延续了自己的先发记录 这两场先发保罗一场 9主攻1失误 一场12主攻3失误 合计21主攻4失误 这样的表现对得起 科尔予以先发的席位了 他完美地解放了萌神 但库里在关键时刻 不需要持球过半场去摆脱 能见身体能在出手上 这就是保罗的功效 保罗在末节还展现了逆天球上 小萨就要捡到勇士失误球 直接进攻了 保罗直接一脚将球踢出界外 保罗吃了一个踢球伟利 但国王也失去了快攻的机会 完全的名罪写道 当保罗在你的主队 并且在营球时干这种事 感觉确实不一样哈 另外穆迪最近两场比赛 发挥非常重要 穆迪看上去只拿到了10分 但穆迪的得分很重要 穆迪这位小伙能力是有的 只是之前在科尔的轮换阵容中 还轮不到穆迪 本赛季开始重视穆迪的存在了 而库明嘉表现令人满意 踢不上场 得分很快上创 而且库明嘉的投篮命中率非常高 他也是本队最坚决冲到篮下得分的球员 而且库明嘉在最后时刻防守 福克斯特别成功 防止国王最后差点翻盘 库明嘉上场25分之后 拿到12分5篮板 库明嘉11投5中 3分球3投1中 8球2发1中 还有克莱汤普森 汤普森兼木战打得很糟糕 这场比赛投篮手感回来了 出手12次命中7球 3分球4中2 拿到了18分4助攻的数据 汤普森想要拿到大合同 就需要一直保持下去 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 科尔在阵容上的尝试 那就是打到关键时刻 让卢尼下场 摆出汤普森加 维金斯加 保罗加库明嘉的小阵容 这也是目前科尔的最强阵容 不知道格雷回来之后 科尔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库明嘉会不会不上场 其实库明嘉和维金斯的双风线组合 还是相当的有意思 总的来说 勇士正式走上阵轨 本赛季也冲着总冠军去了 总冠全场比赛 克莱控制自己出手术 是好事 他应该从全局角度出发 而库里的爆发 颠定了比赛基调 全场比赛一直在无球跑动 国王车轮战消耗毫无作用 保罗在放手 限制加组织串联方面 缓解了库里很大压力 此外替补库明嘉和穆迪 手感也都很好 不过在取得巨大领先后 还是不能松懈 延续这个势头 勇士新赛季绝对充满竞争力 现在就等着格林健康回归